第五波疫情嚴峻,每日新增個案是持續急升,數以萬計在社區裏面有不少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都是居家隔離和休息, 極大需要支援,在地區裏面我們都知道有很多位的義工朋友都走在疫症最前線,他們在抗疫最前線的工作為了我們做好我們的抗疫工作,大家知道抗疫工作分為很多方面,包括提供資訊,安排做強檢,以至乎做一些不同的遺風,或者是對於一些初揚或者確診個案提供一些家居的支援,我們俗稱是密密送的,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節目希望透過這三位嘉賓朋友和我們分享一下他們為什麼會加入這個義工行列,在過程中有什麼最難忘, 還有最重要是可以給我們香港市民多一點正能量,讓大家一起走出疫情 中央非常緊張我們香港的疫情,習近平主席以至乎韓政府副總理,夏寶龍主任和駱惠寧主任分別在不同場合都提出,我們現在任何工作,當前壓倒是一定以抗疫這個最大的任務的, 所以我相信在中央強力支持之下,我們疫情很快就會走出去了 事不宜遲,不如我介紹一下今天我們三位嘉賓朋友給大家認識,他分別是鄧子安,Anson 主持你好,各位市民你好 然後就是月藝強阿強,你好 Hello,主持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我們三位的朋友都已經準備就緒了,我們事不宜遲了,第一條問題我想問一下,你們都走在抗疫的最前線,我相信你要加入抗疫的義工隊伍 其實為什麼會這麼有機緣巧合,會加入這個義工隊伍,去為我們抗疫走在最前線呢?Anson,不如你先說一下給他們聽,好嗎? 其實本身我是一個公務員的救生員,其實當時第一波疫情的時候,張建宗司長曾經向公媒發過一個邀請義工的信件 當時我看到就立刻報名參加了,為什麼我們會參加呢?其實作為救急符合的職業,其實我都很希望在疫情中盡一分力去幫助大家 好,這個真是很有意思的工作,阿強你呢?為什麼會無緣無故加入這個義工行列呢? 為什麼我加入這個抗疫義工行列呢?首先我本身自己就從事社區服務,一直都是在前線支援市民 那我自己,因為這兩年多,疫情都在影響香港,我們作為社區工作者,我們在公余時間,我們主要都是參加抗疫工作 其實我覺得進入這個抗疫的義工的途徑其實不難的,每個人都做到的,只要你願意去幫忙支援抗疫 幫忙,譬如你甚至乎提醒你身邊的人,快點去打針,戴上好的口罩和勤洗手,你都是在做抗疫義工的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我們抗疫義工的行列 好了,賢仔,你也跟我分享一下,我知道其實你各位地區都有參加一些居民組織的義工服務 那你這次有什麼機緣巧合,又參加了這個抗疫的義工呢?賢仔 是啊,其實平時我都有跟我媽媽手去留下居民會幫忙 現在這個第五波疫情,成兩年多了,其實都困擾了大家很久 那更加上,現在中央,很多物資來香港,我們可能就要幫忙去派發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做這個義工,近期做這個義工都很大感觸的 就是因為封關其實封了太久了,其實都很想這個疫情受到控制 加上我自己的行業,其實我是做保險業的 我本身的客戶就是大陸客戶比較多,所以通關來說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比較迫切的願望 所以我聽到社區需要幫忙,就立刻報名去幫忙 希望這個疫情可以盡快受控 明白了,所以其實三位都走在疫情最前線 我知道你們的工種都非常之多,據我了解 有些就密密送,最近經常是為了一些初陽 或是確診不能夠出外的街坊朋友 送上一些日常生活的物資,罐頭,快速測試,還有一些中藥 我們都過往安排過一些不同的資訊給居民 每逢遺風強檢,大家都一定會在前線幫忙 我一定會猜到大家有很多很難忘的經驗 這些難忘的經驗確實會令到我們聽眾非常想知道 阿強,你在黃大升區服務,你有什麼難忘的經驗跟我們分享? 其實最近第五波疫情,真的有很多很多確診個案在家居隔離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盡力去支援 支援一些確診家庭和物資接觸者 我自己比較難忘,或者在這裡分享兩個真實個案 一個就是我記得有一天早上有一位老人家找我 他就說他和他太太都確診,都是相對年紀比較大 他就跟我說,月珊,我今早連一粒烹心飯都沒得吃 因為家裡實在的糧食或儲備都不是很多 我聽到之後,我就覺得心裡很不舒服 兩個老人家在家,兩個都是陽性 也都沒有人去照顧 變成他們真的很有一定的需要 我自己除了提供快速檢測包和口罩之外 我亦都幫他們賣了一些想要的食物 因為他們兩個始終都是陽性 他們只能夠留在家裡隔離 我就幫他們買一些通心粉,買一些米粉,買一些菜 他們也有一點糧食,但不多 我買給他們的希望支援一定的需要 我亦都希望持續在關注他們的情況 如果有什麼需要,稍後會再支援 這是第一 第二,比較深刻就是區裡有很多家長 大家都知道這次第五波疫情 對小朋友的影響很大 尤其是出了幾個新聞 疑似一些染疫的小朋友離世 更加令到家長很擔心 有些家長自己確診自己不害怕 但他們很憂慮會影響或傳染給自己的小朋友 所以很多家長都會在家裡覺得很旁忙 不知道怎麼辦 有些人打來問我 第一,跟他們聊聊 第二,安撫他們 希望他們不要過份憂慮 第二,在家裡盡量做好個人的防護保護 還有家人也是 如果有一些有房間的家 就可以隔離在房間 希望他們最起碼不要傳染給自己的子女 當然最好的情況 我見到一些個案就是 到了家長轉為陰性的時候 他的小朋友都沒有染疫 這是大家都覺得很欣慰的 這些個案其實真的很多很多 這兩個我在這裡分享一下 都是比較深刻一點的 好,多謝你阿強 這些都是很實戰的經驗 也是很難忘的經歷 好了,賢仔 到你又說說你有什麼難忘的經歷 好嗎?賢仔 好的 我也有兩個比較深刻的經驗 其實我最主要在屋邨來說 就是去上門派一些物資 派一些檢測包那些 前陣子就收到個叫 說街坊全屋都中了招 他家裡有兩個小孩 都是發燒,但又退不了 但他家裡又沒有藥 但我收到電話的時候 其實已經晚上了 其實到處的藥店已經收了 還有百家衛康那些 其實這陣子都搶得很厲害 超市都沒有什麼買的 於是我就去拿了一些口罩 檢測包給他們 第二天就買了一些食物 和一些藥物上去他的家裡 我拿了上去 我打過電話給他們 跟他們說 那些物資我放在門口給你們 之後他們聽到之後 都感覺到他們很開心 這個時候都有人拿東西上來給我們 就很窩心很亂心 我另外一個比較深刻 就是我最近就去學校 幫手幫人登記 幫小學和幼稚園的 學生和家長登記打針 其實我一開始 都想著會不會 家長都很擔心小朋友 這麼小時候打針會不會有什麼 副作用那些 其實打針的過程期間 跟他們討論 為什麼你們會來打針 其實他說 其實小朋友打針之後 都會免疫力會高了 沒那麼容易中 其實很多家長都明白這件事 我見到很多家長 帶了小朋友來打針 還有他們自己 也盡是打第三針 我都覺得現在 打針的重要性 在這個社會來說 他們都逐漸去認同這件事 慢慢會去接受這件事 這兩個就比較深刻 是的 其實打針 我自己都觀察到 其實近這段期間 疫苗注射 注射的朋友 人數都在上升 加上很多地區組織 都主動發動在地區 做一些疫苗注射的行動 更加方便 我們的市民可以 僅有一間在左近 打到疫苗 這個其實也是最重要 是留到做好保障 是戶己戶人的 謝謝你 多謝你 是賢仔的分享 Anson 其實我剛才聽到 阿強和賢仔 都分享了他們的難忘的經歷 亦都知道 你自己本身 都是從事於救生員的工作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體會 加上你第一波疫情開始 已經和剛才兩位嘉賓一樣 走在最前線 你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你有什麼難忘的經歷 可以讓我們更深刻 知道你們每一位 都很用心地在地區服務 是的 我想最難忘 起碼有一件事就是 當時我是第一波去到 盡陽村去幫忙做義工的時候 當時的控制中心 有一個admin 其實我不知道他有什麼正位 照了我們有兩位義工 當時就比較少義工去過現場 去感謝我們去聊聊天 當時他沒有記錯 應該是2019年那段時間 所以這個社會氣氛 其實本身不是太好 就是有一個團結 那些人 那我admin跟他說 他當時的物資 他不足夠 人也都 大家都很有心病 或者有些自己的想法 他們未去到一個 大家通成合作的情況 他有很大力 他跟我們去說 很感謝我們的時候 他哭了出來 他在我們 在義工面前 突然間就哭了 我當時很深感受 因為其實我們救生員 其實我們都是一個大團隊 他們不夠人 我都說 其實會不會考慮 除了AMS 或者是文安隊之外 會不會和政府建議 救生員 如果關閉了泳潮 都會一起出來幫忙呢 其實我當時不知道他之後有沒有跟 其實去到2020年的時候 的確真的康民署做了一個叫做全民檢測 的志願檢測的計劃 當時就真的大量用了康民署的職員 去幫忙去做這個檢測工作 當時是自願報名的 送去 那一路 我很深感受就是 當我很少人去做義工 去自願的時候 會堅持下去 我們慢慢去跟同事說 前線究竟什麼情況 其實很需要幫忙 我們慢慢慢慢就開始 由幾個人 幾十個 然後去到幾百個 最近才是強低 公務員強制去幫忙 那一路一直保持 去到第五波 我們是交人 可以說政府會不會叫交人 我們康民署是保持到 自願的人數 是有得於交人 我覺得這樣 起碼 不僅是幫我前面 是令到大家去 較急符合 或者是有些有心的人 有些使命感 出來 而且團結 現在還得到中央支援了很多 其他很多事情 不用擔心 例如物資 其他事情 各樣 其實一個慢慢的轉變 令到我很深感受 我記得有一個記者 問過一句說話 當然那個記者 那個含義我不明白 他就說 你叫了多少人去幫忙 你教信員有千多人 然後我其實當時 叫了二百多人 他說 你叫了二百多人 你覺得你成不成功 我在電話裡就認了 其實不是每一件事 是看當時成不成功 是你應不應該做個人的 你覺得對的事 你要做 去感染其他人 其他人才會知道 有一個方向 或者是先認識到 那些人的正確 去幫忙做 所以 我們做最前線 由第一波 去到第五波 我希望 除了幫到前線人員 也都希望感染到很多 大家 正能量 或者是本身有心出來 也都 因為社會的風氣 或者社會的負能力太多 都不敢走出來的人 那越來越多出來 那我希望可以做到這一點 其實呢 有很多居民 寫了很多打氣的字句 最近連在門口 最近 就是在第五波的時候 其實我們去到 當然 初頭安排混亂 就 不斷被人罵 那然後呢 去到 派到第一、二日的時候 就很多 居民 念了很多 打氣的字 去到 在他自己的門口 那裡 等我們 就是 我們加油 因為他們 不會開門 不會接觸我們 所以他們就寫了 那些字句 這些都是有心客的 都會給我一個很鼓勵 心客人 去繼續幫忙做 不是只有被人罵 另外其實有很多很多市民 也都很感激我們前線的人員 去為我們打氣 其實現在我相信香港市民 都希望能夠盡快 政府可以控制到這些疫情 都希望盡快 修復正常的生活 這句說明了 其實香港人都很配合 政府的抗疫防疫工作 說實話 三位 其實大家都在最前線 也有很多的觀眾 可能都很有興趣 都了解一下 其實你們有沒有曾經 擔心過自己會因此染疫呢 還有你三位 打了三針 這個我相信 我們的觀眾朋友 都有很興趣知道的 阿賢仔 不如你先說一下 老實 你在這個過程中 我相信你旁邊 有些不同的朋友 都會有確診 或者是初揚的個案 對你來說 你自己有沒有做足防禦工作 有沒有做好這方面的打針 或者各樣的保護衣的事情 我打針 其實政府一開始 說我有一打的時候 我已經馬上去打了 其實我第三針 應該是去年11月已經打了 我應該是第一批打第三針 還有我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這麼年輕 其實我又打了針 就算中了 我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 還有我出去又會 可能派物資的時候 可能比較接觸多人的時候 會戴面罩 手套那些 如果平時可能拿東西上樓 其實我不會跟他們有直接接觸 都是放在門口 打個電話給他們 其實一般戴口罩 然後消毒搓手液 其實我覺得已經可以 沒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一般的消毒做得好一點 其實這個疫症都對我們沒有什麼影響 對我們前線幫忙沒有什麼影響 不過我經常覺得 注重個人衛生 以至於做好抗爲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出親動 都基本上要有一些 足夠的裝備 口罩 或者我們的搓手液 我們都知道 其實大家都很用心的 剛才賢仔說了 我想問問Anson Anson 其實你自己本身 有沒有擔心過 因為這樣走到最前 有機會染疫 或者你感覺到你身邊的朋友 大家是不是都很響應 政府這個疫苗注射行動呢 我本身自己要打第三針 其實我家人都打第三針 其實呢 如果你說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家人是反對我們 會幫忙的 即一開始是會有擔心的 但其實我們認為 這件事是必須要做的 所以當時沒有針打 都一定要站出來 因為那些醫護人員 都是無法選擇 都是站在前線的 是嗎 那現在我們 你說中途會不會害怕呢 其實中途永遲永他 是開放過的 就是疫情 那救生員 就沒有得着PPG 即是如果去拆教 所以呢 一般我們的 心理質素是好一點的 即是沒有那麼怕感染的 但是當然啦 就是個人衛生 或者去到疫區的時候 有些消毒是做好的 那這個是一定要的 對呀 沒錯 其實我經常說 為己為人呢 我也做好一些基本的 就是預防的工作 都是好的 阿強 阿強 你每天都不間諦地走在前線 也都 剛才我所說 我認識你 你都真的很為市民服務 不但密密送 還提供了很多 心理的支援 或者各樣服務 給我們王大仙的街坊朋友 阿強 其實你有沒有曾經擔心過 或者你有什麼心理狀態 可以調適一下自己 令到你自己覺得 在工作上面更加可以輕鬆一點去上陣呢 其實我想 剛才我聽兩位朋友說 加上我自己在前線 我都很深感受 尤其是這一波疫情 我覺得尤其是這一波疫情 那個病情不難控制 但是情緒更加難控制 這個是更要的 所以我自己在前線 更加要調適得好 因為我們不可以在身體上 或者在心理上 留下 因為如果不是 我們不可以幫到更多人 或者不可以支援更多人 所以你問我 我自己 第一 我自己打完第三針 打完三針 第二 我基本上 就算在前線工作 去確診家庭 派送物資 我自己都會做好保護 一來是保護自己 我保護自己之餘 希望繼續服務到社區 因為實際上 在這一波疫情 很多人染疫 亦都很多人在家裡隔離 如果我們都不幸染疫 而支援不了他們 可能他們更加有需要 不知道去哪裡找到幫忙 所以你問我 我就真是呼籲大家 尤其是一些未打針 或者未打第三針的朋友 長姐 或者人家 或者成人都好 都盡快去打針 這個是對自己 或者對其他人來說 為幾位人都是一個很好的保護 尤其是看到這一波疫情 很多小孩 當初沒有打針 有些染疫 甚至乎有比較大問題的情況 都有些是未打針 所以這段時間 剛才我都說到 一些家長很緊張 變成小孩的打針 上升的比率 其實都高了很多 我希望這個情況不斷改善 令到我們兩極的人口 長者和小童 都得到一定的保護 因為就算他們染疫 看得到 我自己接觸的個案都是 他們打針後 事實上 變輕症的機會率是高了些 當然我不是專家 但我自己觀察 打針的人 他們的情況是沒有那麼嚴重的 而且他們轉為陰性的時間 是會快些的 所以我覺得 為幾位人都真的盡快打針 還有個人日常生活 無論是否在前線上服務 你都做好你的個人服務 每人出一分力 每人走多一步 我覺得香港一定可以走出逆境 沒錯 我經常都說 我們都鼓勵前線的朋友 第一就做好裝備 第二就鼓勵 希望更加多人注射疫苗 我自己和大家一樣 都打第三針 我們現在每一個地區 我們都很積極鼓勵 去幫一些有需要的街坊 去約網上打針 另外一些都會主動 籌辦一些打針活動 讓我們的市民 都更加便捷地可以打到針 不論怎樣都好 你知道其實香港人很有愛心 一方有難 八方支援 我們每逢有什麼特別事件 大家都會走到最前 那三位的嘉賓朋友 都是一個真實的體驗 那我就很希望 三位都能夠幫忙 是不是都可以呼籲一下 我們更加多人 參加我們的義工行列 因為你會看到 接下來我們可能會面對 全民的檢測 也有機會 可能有些不同的防禦措施 都是需要繼續去推行的 那現在面對著大家 都是希望能夠盡快 走出這個疫情的時候 那我很想請三位朋友 都幫我呼籲一下 看看是不是可以 更加多義工參與 或者有沒有什麼辦法 都鼓勵更加多人 去加入這些行列 不如這樣吧 我把時間交給Anson Anson和我們講一下 Anson交給你 Hello 各位市民 其實由第一波至第五波 到現在 其實感染的數字很高 因為準備有些大型的 我們的全民檢測活動 其實前線的醫護人員 還有很多工作人員 那個人手的壓力都大 如果大家都可以站出來走多一步 我們每人做多一點 其實是可以令到整件事 可能是完全順暢 做得好很多 如果香港人團結一心 我相信其實這個疫情 是很容易就可以壓抗 那我們希望 未來 見到 越來越多的朋友 我們團結一指 去對抗這個疫情 是啊沒錯 阿強你又說一下 你怎樣呼籲更多朋友 參與我們的義工行列 好嗎 各位市民大家好 希望我們第五波疫情 盡快退 事實上 無論前線也好 後勤或醫護各方面 其實都真的很不夠人手 因為這一波疫情 受到感染的朋友 受到有需要我們支援的朋友 真的很多很多很多 接下來政府 會有一個全民強制的檢測 我們也在這裡呼籲大家 希望大家 無論你能夠透過什麼的崗位 透過什麼的途徑 能夠幫得到手 都希望大家多集一步 我自己接觸很多香港市民 我認為香港市民 大家都是一條心 大家都是視香港為我們自己的家 大家都想這個家庭好 我希望大家在中央支持之下 我們能夠可以團結一致上下一心 我們多些出來 大家多集一步 幫我們一起香港走出疫境 多謝大家 好,賢仔 你幫忙呼籲一下朋友 做一下我們的義工行列 好嗎? 麻煩 好啊,好啊,好啊 其實我覺得香港 大家都有份 社區大家都有份 就算沒什麼醫護知識 什麼都好 可能用回自己 時間 或者用回自己 懂的東西 貢獻回社區 幫助全民檢測手 好,謝謝賢仔 我們三位嘉賓都簡而精 好了 還有最後一條問題 想大家幫幫忙 我希望大家知道 其實現在抗疫在前線裡面 除了我們在座每一位義工朋友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醫護 紀律部隊的朋友 以至乎清潔的工友 或者我們文流的司機 都是在前線上為市民做事 希望大家都一起 不如有些祝福語 作為我們最後一條問題的一個總結 或者最後一個叫做為他們打打氣 好嗎 不如請月麗強 我們先打氣 好嗎,強交給你 好,各位醫護人員 各位前線的朋友 辛苦你們了 非常感謝 我很明白大家你們的感受 因為我都在前線服務 雖然我不是你們一樣專業的人士 但是我和你們都是一直同在 希望你們知道 我們在社區 在香港各個層面 都有很多人一起和你們同行 一起努力為香港服務 希望我們一起努力 將第五波疫情擊退 多謝你們 好,賢仔交給你 是 我想和各位醫護人員說 和前線朋友說 大家都辛苦了 我們會用我們自己最好的行動 去支持你們 幫不了手的 就盡量不要外出 幫到手的 沒問題的 就出來做義工 好,接著Anson交給你 嗨 我想和各位醫護人員 和前線的所有運輸 尤其是清潔的 姐姐和叔叔 真的很感謝你們 從頭到尾 從第一波到現在 付出的努力 其實我們做義工 只是盡少少免力 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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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努力 分享了經驗之餘 也有很多正能量 我們 我經常強調 是疫症無情 人間有外 在香港 今時今日 這個疫症這麼嚴峻的時間 我們見到 其實除了中央大力 去伸出援手 幫香港 到的難關之餘 我們在社區裏面 都有不同的朋友 都緊守崗位 無據風雨 去為我們香港市民服務 目的是一個 希望我們的影集團 能夠盡快 恢復我們過往 我們的經濟 或者我們 大家都可以如常生活 好了 各位朋友 歡迎大家 收睇我們這一集 是由產新聞突藥的 一個叫做特備節目 就是抗疫症能量 希望大家都一起努力 我在這裡 最後也多謝我們三位嘉賓 讓我們有機會 和大家可以分享多些 不同的感受 我們大家一起 一起合力 走出我們的疫情 好嗎 最後一次多謝大家 也多謝各位朋友收看 再見